今天正好赶上几位探亲的朋友 过来和他小聚 我也趁此难得的机会 感受一下别样的赵安味道 叔叔 咱们现在要找这是什么 这个是南姜 咱们是要给它刨出来 我们刨一个给你看 好 它这个就是南姜 就是煮牛肉的 真的很好闻这个味道 就咱们平时那种姜 可能稍微冲一点 这个就比较清香的那种味道 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南姜又称芦苇姜 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 后来传入东南亚 成为当地烹饪的主要香料 这个南姜也属于姜科 味道比我们一般的姜味要淡 它是辣中带甜 类似肉桂 但还有一点心呛味 主要能去除那个海鲜 还有肉类的意味 另外我们有的五香粉丝 其实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除了南姜 傅大叔的菜园子里 还种植着其他许多宝贝 叔叔 我怎么觉得这个姜黄 现在它这叶子都枯了呢 就是一般年底的话 我们这个是树与树成季节 现在正是时候是吗 对 就是这种一小个一小个的 哇 你看 是那种有点橘黄色的 偏有点像胡萝卜的那种颜色 你闻一下它也是 刚刚那个更偏甜一些 这个就有一些药香味在里头 不太一样 但是它这个黄色确实是 你看我这个手 来摸一下 这是马上就能出现这个黄颜色 是吧 这就是姜黄姜黄 这黄在这儿了 那个姜黄啊 是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作为那个香料染料 已有色彩的历史 姜黄本身具有淡淡的那个 新香味和土质的味道 姜黄有一个特点 它能融合其他香料的味道 其特有的橙黄色 是那个我们天然的染色剂 我们常见的 比如像那个黄咖喱 这黄色就来自于姜黄 挖了两种姜之后 我本以为今天的姜 已经是足够用了 但傅大叔又带我来挖了 第三种姜 沙姜 沙姜也是姜科植物 属于山奈鼠 所以它的别称呢 就叫山奈 它含有丰富的 张脑油脂 肉桂遗址等挥发性成分 所以有很浓的方向性气味 在烹饪中 它能起到气出异味的作用 粤菜中常会见到它的身影 跟着傅大叔在园子里 采集各种东南亚香料 为我的味道调查 增加了抑郁风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